大家其实觉得很丢人 所以并没有报道这件事 他在饭店里面大闹一通还尿尿 然后外交部处理完之后 新闻界昵称他叫做尿尿小童 张宇轩19号上午拿出一份录音档 说这是当年随行七店的秘鲁导游 帮他澄清的证据 基本上都是回饭店 他们就回饭店准备 明天要准备的题材跟工作 张宇轩表示这份录音档是18号晚间录下 这名导游目前住在秘鲁 身份不愿露面曝光 强调自己当时一切正常 否认脱续行为 怒呛周遇寇不时指控 更撂下狠话 对此自身媒体人周遇寇在脸书写下 姐姐见多了有种节目上见 除了周遇寇以外 有关严宽衡的抹黑不时指控都会一一提告 参选全人动作 我最近台中报导